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昆布局这里也就特别做一个视频来进行一个解说 好 由于这是一种不同于身份局的模式 所以我们这也正常列了一个提纲 是吧 首先从规则上来说 它非常简单 就是明的两个忠诚对抗两个反贼 然后呢 这个 尤其是在公会争霸战里面 每次呢 你只有五点体力值 然后你要是赢了呢 你就能继续玩 不损耗体力值 一旦你一输呢 你这个体力值就降低 对吧 尤其是在你跟机友开黑 或者带妹子 或者自己开黑 自己双开 用两个电脑 这就是很不错的一种玩法 或者电脑配手机 对吧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希望把这个技术提高一些 掌握一些技巧 这样可以使得自己更 可以更多的为自己的公会 创造一些这个荣誉值 是吧 自己也增加这种 呃 战功 这个功勋点 好 然后呢 我们讲完了这个规则过后 主要是来看看这个位次 位次还是很有讲究的 正是由于是明的2v2的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呢 这个1号位永远是跟4号位一波 而2号位永远跟3号位是一波 而且你在选降之前 你就首先知道了自己的位次 就跟这个主攻一样 而位次是谁呢 这是随机定的 所以你可以是4种位次的任意一种 你也不能选择 正是由于选降 等会儿我们会说到 它也是选降框 是固定的 你是不能换降的 在这个模式下面 所以呢 你在选降要考虑好自己的位次 一般来说 1号位呢 可以考虑选输输输比较爆炸了 这样可以一波 对后面的玩家2号位或者3号位造成极大的打击 然后4号位呢 可以选择卖血流 或者是体力比较高 比较防伤害的这么一种武将 回合外有防御技能的 总体说来 对吧 而23号位呢 总体说来 没有太多的这种 这么挑剔的地方 好 然后对于1号位来说呢 你一开始先手 你只能摸一张牌 你相当于就是 起手回合是5张牌进行一个回合 然后呢 对于234 摸牌阶段就是正常的了 好 我们先说到这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选降 这个选降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武将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走到这个欢乐成双 是吧 欢乐成双自由 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包 是吧 标准包别的武将都一样 就是27个 本来标准包身份局27个嘛 就是没有了标包的元素 因为在这里面没有这个主攻的概念 对吧 所以他也不需要标包的元素 对于烽火03呢 可以看到 首先是没有神将的 这个模式下不能选神将 然后是三包的左词是没有的 跟身份局比起来 好 宜将成名呢 我这个昆蓬局大概看了一下 似乎是都是一样的 而SP呢 似乎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选的 阶线突破也是一样的 是吧 一共是 这是22个武将 都是正常的 所以看得出来 唯一不同的 也就是这个 没有神将 没有左词和标元素 这三个武将不同 所以呢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你有哪些配合 对吧 在身份局里能实现的 在这也能实现 好 我们就讲一些简单的组合 总体说来 昆蓬局 由于为了做视频素材 是吧 为了做的比较好看 昆蓬局都是 都是自己一个人双开的两边 所以我一般喜欢选一个组 主要输出的 而一个辅助的 因为在这个模式下面 你的这个输出还是不可少的 对吧 你要是一次性能够让别人捡元 那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总体说来 进攻不可少 而进攻呢 是吧 黄中 戒黄盖 戒马超 魏妍 吕布 离婚禅 包括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进攻的武将 包括你一些刷牌的武将也是不错的 好 搭配一个辅助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组合 辅助包括 是吧 曹瑞 刘备 刘邪 夏侯士 这些能够为他提供牌 包括成功 都是很不错的一些辅助 好 控制呢 在这个模式里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那两个 对吧 戒大桥和这个徐黄 一个控牌 一个控兵 对吧 我们在这里面也能看到 经常会让人试了字 当然呢 还有一个 比如满宠潮批 可以让人翻面 这也是不错的控制 对吧 好 最后是卖血流 总体说来 卖血流呢 在这个模式下也是很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总体说来 是吧 别人不可能对你不输出 所以不像是身份局里面 是吧 你要是一个忠诚 选一个卖血流 那么主攻有可能就被强推了 在这个模式下 你一个人 是吧 要是卖血流 运气比较好 有可能实现一打二也是有可能的 好 这就是这么一种 总体说来 昆蓬具的经验是一个进攻 配合 辅助 或者控制 或者卖血 都是不错的 这么一种玩法 因为昆蓬具后面素材比较多 所以大家各种各样的模式 各种各样的组合都能看到 是吧 好 最后呢 我们是一点点这个简单的策略 策略呢 总体说来 这个集火一人 比如说你是一号位 是吧 你一来 你运气比较好 你就是一号位 当然实际上并不是 昆蓬具玩的多 先强调一点 总体说来 二三号位比较容易赢 因为一号位这个比较鸡肋 四号位容易被打 对吧 好 我们先说这个 你作为一号位 你可以集火二或者三 对吧 好 集火选谁 我们后面再说 但如果你是二三号位的话 一般说来优先集火四号位 因为这样的话 你一号位出过牌之后 大部分是剩的是杀散 对吧 而你的四号位手里有可能剩的是比较好的 五股 那个 五中生友 什么陶酒等等 都是很不错的 你妥妥的往他身上 踩啊 顺啊 是吧 铁锁啊 南班决斗等等 一系列往他身上上 好 除此之外呢 一般先集火攻击力比较高的 但 这就说明黄中这个武将在这模式里面 就比较 是吧 比较麻烦 因为他血量低 伤害更高 比如戒皇盖 戒马超 这些武将都是 是吧 尤其是戒皇盖 体力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卖血流 势必是留到最后 是吧 最后才去清理他们 好 这总体思路呢 跟身份局也差不多 是吧 好 昆盟军呢 总体说来 欢乐成双玩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为了这个工会模式嘛 因为我是这个 也打个广告我们工会 天罚 我是副会长 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工会 是吧 好 这个也就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 我们这边开始看 因为素材比较多 是吧 我们先一个一个看 先来看第一场 第一场就选了一个比较暴力的 首先一看我这是一个四号位 当时头也比较铁啊 我这是大号跟小号一起双开 这个头也比较铁啊 虽然是四号位 但是也选了一发暴力的 因为我看这个一号位有一个米族 米族是排比较多的 后面肯定可以做 是一个SP武将 他可以包养一个人 对吧 又让人回血 又让人摸牌 我就考虑直接包养 当然包养一个芥干铃呢 好像没有太大的用 别的武将包养一个诸葛亮呢 也还一般吧 所以我就直接选了一个胃炎 好 可以看到这个模式下面是不能 是不能摸这个 我们先提一下 是不能 是不能那个选点将卡 换换换 可以把这个把音乐稍微关小一点点 这个模式下面是不能换手牌的 对吧 没有手气卡 所以一看我这手牌虽然三个伞比较气 但实际上却恰恰是救了我们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米族一来首先先杀大桥 无话可说看他坑不坑对友流离 不对吧 没想到他直接流离 夏侯渊出了伞 无话可说 好 我们直接挂一个加一马 虽然米族手牌非常重要对吧 为了保养人 但是挂一个加一马 避免这个大桥来送我们 是吧 也是很不错的 直接来露我们 无话可说 这个夏侯渊也是投肯铁啊 直接来开始神速 牌都不想摸来杀我们 觉得我们血量比较重要 没想到这三下直接一个翻面杀 我们三样都有伞 一下就很舒服对吧 尤其是这个乐在天过 好 到了这一波过后 我们就来想这个模式是吧 首先这个夏侯渊呢 他毕竟翻面了 下一个回合还要停 但是我们就是一手铁头娃 对吧 就是一手 是吧 奇谋 就像他的这个名字来说 这个这个限定计对吧 就像冰出植物骨 是吧 好 直接一下子掉三血开大招 那我们就可以输四个 四个杀 直接铁锁连环连了过后 通过杀我们的队友对吧 杀锅看摸得了什么牌 一个雷杀摸了一张 再摸一张牌 一看 这个手牌就比较坑啊 是吧 我们来了一个九杀 如果我们去九杀借大桥 他直接通过这个琉璃给我们米族 那我们米族总体来说 没必要把直接把自己的队友杀掉 对吧 这里要说一点 在这个模式下面 刚才规则忘了说了 一旦你的队友阵亡 无论如何你的墨章 无论是谁杀的 对吧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杀队友 当然现在不太建议的 对吧 好 那我们就肯定要赌 当然我们不可能直接就去杀队友 那就赌这个夏侯渊 对吧 一个九杀 没想到他真没有闪 我们直接一来 来了一个我们的神牌 对吧 对于奇谋未言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南蛮 一个南蛮一放 我们先回血啊摸牌回血回血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已经出了两个杀了 还能出两个 这还有一个我们不见得能摸到对吧 再一刀 直接被救了回来 当然这个顺牌区稍微有点问题啊 应该先拆了来 不过我们心里想的是毕竟他们有四张牌 你拆一张呢 也没拆到 当然强行甩着锅是吧 拆了锅后乐住 那就很舒服 好这个未言 这个米族一来 我们当然不用再选回血 因为米族可以给我们给牌 因为我知道 我当时双开的是知道米族 是有一个这个五股丰登的 而且五股丰登这个给的顺序是吧 我们俩先选 这是很重要的 总体之外 昆虹去双开呢 一般5点体力能够剩个9到10场 所以一共能玩15场 也能玩个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这样也基本上也够了对吧 好 直接一刀 那就看他坑不坑队友对吧 他这个朱翠以善一用了就流离不到我们 没想到这个借大桥真的去流离坑的队友 是吧 直接他摸了一张牌 当然他就是中了乐的一种存在对吧 乐一中那无话可说 我们直接开一个五股 我们把桃都没有拿 杀一刀他当然闪掉 然后米族再一刀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种存在 好 这一局呢就是我们 是吧 胆大心系要敢于赌 那显然是获得了MVP是吧 无话可说 好我们来看第二场 这个这个前面两场呢 总体说来是一个比较比较简单的 后面稍微要难一点 这一场呢 我们要说一下 这一场是比较有趣味性的一场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一号位是吧 一号位呢我们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一定要选一个爆炸性的 比如离婚禅 直接可以把一个人打绷 其实很不错的 而四号位呢 要选择一个比较防御比较高的 比如这个琴碧 作为一将成名2017是吧 将7里面的新武将 他也是一个让人很头痛的 不太怕杀的这么一种存在 好 我们一来首先 但没想到二号位是个流氓云是吧 那我们肯定第一波就要把他往死里打 直接一个离婚离过来 挺不错 正好有南蛮 拆一下流血 拆完流血过后 直接一波南蛮入侵 让他掉血 掉完血再杀一刀 好 这一波就要思考一下了 是吧 我们先把东西装上 这一波由于他有一点体力 对吧 他这一点体力我们该还他一个什么 这就是非常需要考量的东西了 当然我思考了一下 我不太想还他加一马和八卦阵 对吧 因为还他这两样的话 他可以沙当伞来抢我们牌 好 还减一马呢 我们加一马那也白费了 对吧 那肯定考虑还杀和伞 我考虑到他手里不见得能摸到武器 或者过后拆桥对吧 我不如直接还他一个伞 因为还他伞的话 下一回合我们翻回来 我们可以杀他是吧 他没办法杀张伞 而我们要是还他一张杀呢 我们下个回合还不见得敢杀他 当然我们可以离婚的 那只是另外一种思路 好 所以我们这回合呢 头昆铁还了他一个伞 保留了一个杀 下回合不会断杀对吧 没想到 他真的来了一个过合拆桥 是吧 这就很气 一下拆了过一抢 还反而把我们这个桃给抢掉了 对吧 这也是非常气的一点 所以这也是我们没办法 对吧 由于我们这个刚才失算呢 是吧 直接一下八卦还没过 直接掉血 好我们到了流邪 流邪直接去杀秦币 那么一拼点拼输了 居然直接跟这个赵云 让赵云跟秦币拼是吧 他拼点又可以用拼点牌 又可以用一张牌当拼点牌 然后拼点赢了是吧 无话可说 直接杀一刀 流邪掉血 到我们我们直接翻回来 无话可说 这个流氓云又有散当杀 我们这个运气不好啊 直接又掉血 一个决斗 秦币把我们打了无限 又到流邪 这个流邪居然又让他跟秦币拼点 因为秦币有手牌的情况下 又用翻这个 又用天变 又用排队顶第一张拼点 一下拼点 虽然拼是拼输了 但是直接一波是吧 相对于是拼点那一波输了 但是第二次又拼点 直接把流氓云牌都拼掉了是吧 都无语了这个 好秦币手里没什么好牌 无话可说 那流氓云翻 我们的离魂禅翻回来过后 直接又来一波 是吧 一刀一杀 直接把两个桃一啃 好 这波呢 我们又是考虑一样的是吧 但是这波呢 稍微是有点失算的 还了他一个闪 就还的太随意了是吧 因为这波他肯定能抢我们闪当杀 好 这都没什么 但是我们这运气又不太好啊 又盼到黑的是吧 好又到流氓 流氓跟我们拼点 那我们直接给他一张小的 因为给他大了 他等会闪张杀 又来拼我们是吧 我们赌这个八卦阵 等会我比如说我们用一个Q跟他拼 虽然我们要是拼赢了 但是他直接闪张杀把我们牌抢了 也不太好 没想到我们运气又不是很好 直接又是黑的 好 紧币直接两个无中过后 一刀杀一个 直接拼点拼赢 再一个八卦又一个拼点 刚才是直接没有 他没手牌拼不了点 好直接杀死了一个 又来又一刀杀 又拼点 是吧 拿我们的牌 但直接再拼 直接又结束 是吧 这一波就是秦币的 这个两个连弩 让我们直接游戏结束 所以这波其实视角 我们可以看看秦币的视角 当然我们当时保存了 保存了貂蝉的 好 在这插一句 刚才我去尝试了一下啊 首先 试了一下过后 我们是这个一开始 选将的时候就能看到位置 所以我把前面的那个内容修改一下 你要是一号位 一号位的话 尽量就选一个进攻能力比较强的 对吧 好四号位呢就选防御的 好 但是如果你的二二三号位 比如像这局 我们一来看到二三号位的话 那其实就我觉得就比较随意了 因为毕竟一号位造成的伤害 毕竟有限对吧 你二号位直接顶着他的话 可以选要稍微肉一点的 卖血一点的无将 对吧 好 我们这局来看 这局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局了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速度搞快一点 我们这局直接来了一个吕布 好 这局吕布呢 这个情况总体说来 这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局 因为对方有了独菜 独菜这个武将呢 在配合里面还是比较强的 对吧 而且还能断肠 好 我们可以看快一点 马带直接开始盲这个点围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我们毕竟是二三号位 先把这个四号位打残 而且他还有强袭对吧 好 这是一个比较强的进攻技能 我们把他血量打低也是不错的 好 我们吕布输了啥 直接一刀杀 但是被他杯割判出红桃 比较麻烦 好一个南蛮 点围直接都残血了 但刚好顺了 我们再吃一个桃 好 激活马带 无话可说 一个接刀杀人我们没有杀 好 直接杀我们 我们闪掉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考虑了一下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杀这个点围 蔡文基一直判 比较麻烦 不如先把这个蔡文基杀了 毕竟他三血对吧 好一个判 没想到又是红桃 这就很麻烦 我们挂上一个武器 直接一刀杀 然后利誉我们 我们直接决斗马带 他一判 判出来又摸两张牌 这下比较麻烦是吧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比较尴尬 就戒吕布这个武将 他毕竟是有一个负面技能 当然对他自己也不算负面 比较坑队友的技能 所以我们后面可以看到 戒吕布比较适合配合卖血流 对吧 好我们先说到这 一个火攻一个杀 那这一下就比较麻烦了是吧 我们直接阵亡 好到了我们这一波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杀这个蔡文基 然后直接使得这个技能被这个叫什么 被他断肠 没有技能 但我们感觉毕竟我们是无血的 这个点尾没什么血了是吧 我们感觉应该打得过他 所以我们这波头也是很铁啊 把他手牌一拆直接一刀 这个蔡文基还说我们不敢杀他 那就杀给他看对吧 直接一刀杀了过我们断肠 那就开始就硬摸了对吧 好 嘲讽我们是大老白 我们直接看着 两张牌当杀也是很强啊 直接来 然后直接把武器弃了 好我们摸了一个八卦阵 但是我们没杀是吧 现在就有点像主攻跟内奸两 一打一的这么一种情况 好 一个万剑齐发被闪掉 我们黑莎杀不动 一个红莎 我们判又没判过八卦阵很气 是吧 这个时候黑莎还是没办法 好 他装了一个加一马 我们这一个无中生有决斗 那他肯定是我们毕竟杀多对吧 虽然断肠没有无双了 好 一拆把我们八卦阵拆了 杀一刀我们直接闪掉 加一马装上 那他就打不到我们 这一下就很舒服是吧 好 一个无骨风灯也没什么用 他还是只能气 我们一个南蛮入侵 直接还是很不错 但是还是仁王盾比较麻烦 他直接一个 这个冠施斧一装 没什么用 我们借来了一个冠施斧过后 我们直接 但是没有杀呀 还是很气是吧 好 他一个陶吃了过后 一个乐 我们中了乐 那无话可说 只有气一个杀 留个加一马对吧 好他把无蟹都气了 我们一个无中 好这一波就比较好 因为我们看 我们现在有一个冠施斧对吧 一个九杀 直接一罐 没想到他一个九对吧 好这一波就没办法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 因为血量上有巨大的优势 好你看他来嘲讽我们 没看见有什么奇迹 好我们直接一刀杀 然后由于我们是青钢剑对吧 还是可以杀他的这个人王盾 无话可说 他又来乐我们 我们可以把这声音再开大一点 好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青钢剑的存在 是吧 直接一刀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所以这一局呢 可以看到 这旅部这个武将 即便是在单挑状态下 因为他血量高 血量高也是一个优势对吧 而且主要是伤害也高 无双即便是死了 就靠血量高这一点也是不错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还是有我们的老套路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来的太快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局呢 我们又是一个23后卫配合 23后卫配合呢 就无话可说是吧 因为我是两边都看着选的 我就专门特意选了一个 辅助类型的 配合一个伤害类的 剑马超总体说来 还是一个伤害很爆炸的 尤其能够压制是吧 非锁定计失效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 好这局就能看到 这个剑马超是多么的强悍 因为这个琴碧总体说来 大家他是 他是很不怕杀的对吧 但是由于遇到了我们剑马超 他也只能是吧 你可闪得过此一击 敌人振兴已乱对吧 好他给我们一个红桃 我们没必要对吧 我们红桃我们直接就不流失体力 扔了就得了 就相当于他杀了我们一刀 然后我们弃一个伞对吧 好他挂上一个装备 也没有九杀是吧 我们当时也是头比较铁 不怕九杀 好这一波这个成功 直接给我们一个武器 杀了一道周瑜 因为周瑜毕竟是迟早 都是要杀的对吧 因为我知道我手里有铁锁 所以把朱雀雨扇 给我们也是不亏的 直接四威出杀 一下这个琴碧还是很伤的呀 直接弃了一个决斗出伞对吧 控制血量 到我们回合一个铁锁连起来 挂上直接一个火焰伤害 那他肯定是抵不过我们这一击的 琴碧掉血 然后连我们 那我因为手里是没有闪的对吧 万一九火杀来了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直接让成功无懈掉对吧 好火杀一来拼我们点 那我们没办法拿一个大的 还是反正我们没闪对吧 他用手牌拼也行也没关系 借刀杀人刀给他就行 直接来杀我们无话可说 那成功肯定又是一样对吧 又四威出杀 他没想到这个闪电器了 来一张杀 好直接这波他裸奔了对吧 我们直接九杀 这时候不要去杀周瑜啊 有可能他气的气的出来闪的掉 那就亏了 肯定还是减圆为主对吧 优先减圆 还那句话 对我们前面在这个总体说来 思路里面说漏了 总体说来还是说 就是还是那个老道理对吧 你可断其一指 不可伤其十指 对吧 你要是一次性的把它减圆了过后 二打一 你毕竟过排量每回合四 四对二的这么一种情况 你摸到桃的概率都会大一些对吧 好 这个街周瑜摸了一张 再来摸三张 我们直接无限掉 来杀我们闪掉 对吧 好继续杀 继续杀 继续掉 到成功 这个因为剑马超有马术 所以他加一马 在我们这直接示威无物对吧 又示威出杀一刀 到我们回合直接再一刀 游戏直接结束 所以就可以看到 一个辅助类的角色 配上一个伤害类的角色 在这个工会争霸 这种2v2的情况下 是一个非常强的 而且我们这个 剑马超也有一个动态皮肤 是吧 也是非常帅气的 这么一种情况 好我们刚才 剑马超这个过后 到借大桥 这局呢就是一个不太同于 不太同于我们刚才的 这局可以看到 我们又是一个23号位 对吧 可以看到确实是选将之前 就能看到位置 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错了呀 后面我们也是尽量把它纠正过来 好这局一开始呢 因为我们这个 一看这个匠面上面 我们2号位 没什么特别好的 是吧 我们也可以选一个点围 但我觉得点围这种莽腹型的 没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借许楚呢 也是太靠运气了 还不如来个诸葛亮配佛弓 对吧 好这局呢我们就是走的一个 纯控制套路 就是诸葛亮配接大桥 这样的话 这个勒布斯鼠别人 是肯定无懈不过我们的 好这个过后拆桥呢 我们直接让他拆 为什么呢 我考虑到这个顺和嘉义玛 我们都不想用 因为嘉义玛要来无限这个兵 否则的话要是兵中了 就是三张牌的差距对吧 他还要摸一张 所以我们这个肯定要留到 顺有千阳呢我们也不想用 因为顺有千阳也是两张牌的牌差 他要拆就拆吧 还拆了一个五谷风灯 因为五谷风灯 如果大桥开的话 他们先选 我们还划不来对吧 好我们肯定不用 直接用八卦阵 八卦过了 好借大桥直接掉血 无话可说 到了我们回合 那就直接用嘉义玛把它无限掉 对吧 没人能无限 顺手切腰顺过来 直接一个南蛮入侵 好 这里先火攻了一下 因为南蛮入侵的话 这个不见得能打得掉 是吧 先火攻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解火四号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所以刚才说的呢 也不是完全错是吧 如果我们选好将过后 一看二三号 那肯定妥妥即火四号 而且流邪是对杀很敏感的 很不敏感对吧 防御力比较强 但是火攻比较怕 一个南蛮 徐晃掉血 到我们回合 直接我们现在又来看看火攻一下这边 好 这就有一点点讲究了 你看我刚才是两张红桃一张方片 对吧 那你肯定别用方片去当火攻 你肯定用一张红桃当火攻 所以小诸葛一个很基本的思路 对吧 然后他直接亮一个桃 我们正好弃一张红桃 又让他掉血 好 直接借大桥 那肯定借大桥一来 又来火攻 那肯定是看到了明的红桃 对吧 弃一张 然后乐流邪 对吧 因为流邪 当然念徐晃呢也行 有可能手里有顺和差对吧 总体说来乐先乐敬畏的 这是一个总体说来的思考 对吧 好中了乐很伤 你看果然气数了一张顺手牵羊对吧 要是我们乐徐晃就亏了 徐晃来顺我们顺个啥 没用直接吃两个桃 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 直接一顺顺过来多半 哎果然是一个 那我们又去火攻一下 看他手里有没有桃对吧 有桃我们直接扔红桃正好 没想到他也很这个很刚烈啊 直接留了一个顺手牵羊 那么我们杀一道他天命一用 确实有了散 然后我们直接来一波 是吧 乐伍斯鼠又乐住 这一波呢 我们这个五谷开的有一点牵强 因为开了五谷说不定 万一里面是吧 来三个无蟹怎么办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波呢 我们考虑到中了乐过后 摸一张再摸两张 反正都是气对吧 好 来了一波我们肯定接大桥 直接拿无蟹 避免我们诸葛亮被无蟹 被乐住对吧 好吧 虚晃乐住他也兵不了我们 一下又中乐 这个这个这个流血 开始已经开始失了智了是吧 开始各种乱七八糟表情 好同样又是火攻 你看一个红桃 他果然气红桃 直接让他掉血 好这波看好啊 我们慈雄剑的时候 肯定要杀虚晃 不能杀流血 因为杀流血 他七张牌过后 他在发动他的那个天命 对吧 他也是不亏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起到 创造排差的作用 杀这个虚晃 无话可说 直接乐住 哎一下他又被乐住了 这一下他就这个 就比较麻烦了 失了智了是吧 这个冰凉 我们一下子正好白银狮子 又诬卸掉对吧 好 有火攻我们看 是不是梅花是吧 反正我们这个火攻也该用 好 这个到了借大桥 直接一波火攻 哎一下子 直接就阵亡了是吧 然后完了过后 我们继续乐不思数 但这一波呢 许晃还还过了 一个南蛮入星 我们掉血 我们帮 我们这一波呢 这个有点急躁了 其实没必要帮这个大桥打无限 对吧 因为毕竟他有冰凉的 这波就比较伤 一下冰中了三张牌的排差 对吧 我们都忘记这一点了 我们自己摸不了牌 徐晃摸一张 好 这一波桃圆结役呢 是我们刚才前面 我们就看到有的是吧 所以我们不想让他血量太多 他这个满血也无话可说 我们回两滴了 对吧 要一个乐住 乐住无话可说 中了乐 那他就冰不了我们了 也是很气的 一个无中 一个无中生有过火攻 没有攻城 我们就留着呗 好 又一个无中 又一个无中 那这一波就很好办了 对吧 连续三个无中 直接一个冠师斧一刀 一个九杀过 再继续乐住 那这个虽然他是天过 对吧 又来冰我们 来决斗我们 我们直接掉血 杀一刀 我们也就没必要流离了 对吧 好 这一波因为大桥正后有无限 所以我们 这个一看 徐晃一看 那就没什么可玩的了 对吧 他就靠他的冰凉寸断 中了摸牌 好 这波呢就可以看到 相对属于是两种控场的 诸葛亮就 反而扮演了一个火攻 主要输出的这么一个技能 好 这也是一种思路吧 有戒大桥存在的情况下 就可以一直用戒大桥 对吧 好我们继续看 这局呢又是一个二三 对吧 又是一个二三的状态 我们这波就是 另外一个很bug的伤害技能武将 那就是戒皇盖 戒皇盖的伤害能力 那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吧 好 正如我们刚才说掉了 虽然说这个看起来二打二是吧 而且是明的 但有些时候正是因为摸牌摸的少 反而会非常刺激 有些时候一张牌两张牌的区别 就直接能够是吧 创造局势 直接一个南蛮入侵 这个蛮虫 我们是以前做过的武将 那肯定妥妥要卖血欺人的 亮一个傻 然后把他借刀骗走 对吧 我们这个黄盖没必要掉血 而且尤其是个黑的傻 没太大意思 他这个换我们一下 我们是没看懂有什么意思啊 把我们的手牌换走 呃 这什么情况 我们都没看懂 怎么回事 鲁术 哦 换完后使用雷沙 那无话可说 好我们直接掉血 但是我们 我们亮了一张他没气的了 所以又回血 无话可说 好火攻一下直接弃牌 这一波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虽然我们前面说了23号位 适合集火4号 但毕竟这个鲁大师是一个回合外 没有防御力 而且创造牌叉 非常伤了这么一个武将 所以我们忙他 把他往死里打也是没问题的 对吧 直接让他翻面很舒服 因为这个马超 我们感觉六张牌肯定有飞机本 所以不太容易让他翻面 而这个鲁术刚才杀我们都已经 弃不出来飞机本了 所以妥妥能让他翻面 好我们这波直接一波苦肉 苦了一下过后 那手里决斗 决斗被诬陷掉 那我们肯定继续诬陷对吧 继续杀回来 那这波就只能杀马超了 两个杀 还是很不错 然后这一波直接勒不思索 一下马超中了勒 那七张牌气完 那他就很气了对吧 所以这也就说出 说明这个里面呢 后置位 所以我就觉得总体说来 23号位的胜率比14要高一些 因为23毕竟你一号动了锅 23是两个人动 很有可能摸到勒不思索 直接把4号勒住 而你一号回合开始只摸一张牌 就被削弱了 虽然你能先动 但是很难造成十字性能 好 这果然你看这个鲁树又被翻面 然后我们回合 那黄盖呢肯定是激起 直接一个苦肉决斗 好 这波呢我们就没考虑去决斗这个鲁树 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杀 而我觉得这个马超 从七张牌里气出来的牌 总体说来 应该不会是杀对吧 很有可能是两个桃 所以我们是大胆的决斗马超 那这下我们这个手牌没办法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蛮宠他也没有杀 好 这波他是非常强的 一看 你看这个剑马超的 一个闪得过死一击 一个九杀 直接把我们蛮宠带走 这就很麻烦 好 这个黄盖我们又摸了一张牌 这下终于来红杀了是吧 现在脸还不错 一个决斗再杀 鲁树被救过来 直接 又一波 一个直接一个灌尸斧 我们的黑杀 灌尸斧直接灌死 对吧 好我们继续 好 还有一个红杀 这也就是这局我们选出来 非常非常极端的这么一种情况 对吧 一个决斗 一个黑杀 刚好灌 灌完够最后一个火杀 直接把这个马超带走 不给他留一点机会 对吧 好 这也就是说明 我们基本这一局就是靠 借黄盖的一人之力 而我们这个蛮宠 控制流的 就是一个伤害配一个控制 这也是我们经常的一种套路 对吧 好我们继续 有了这个借 借黄盖这一局过后 我们继续看 好 这一局就是一局非常有意思的局了 这一局呢 总体说来 就是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又是二三位 对吧 好 这一局呢我们就是 又是一个包养配输输型的 这个借刘备 刘备 刘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是属于包养型的代表人物 对吧 而这个居兽呢 总体说来大家知道 是吧 我们是第三期就做过的视频 是一个 剑影 是一个无穷无尽的 这么一种状态 好 马超顺我们被无射掉 直接他也杀也不出 直接四位当九 九杀 好 这一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 我们这个牌子非常好的 对吧 万剑里面配无中 这个要小心 司马依要拿我们牌 然后还是有我们刚才以前很早就说过了 先红色是吧 红色的到时候摸到散打不出去 再黑 这么一个顺序 无中生友直接摸来了两个黑的牌 直接配万剑齐发 直接来了 直接摸了一个简易马 当然被司马依拿走 对吧 无话可说 这个时候 我们一看连不上了 那只能用黑桃对吧 毕竟黑桃比较多 一个装了一个刀 南蛮入侵 大树杀 好我们的刘备掉血 我们继续 所以这波呢 我们一看这个梅花好像似乎又连不上 毕竟外面没有刀 比较麻烦 田手连起来过后 一刀 我们 我们直接想的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想的是梅花杀刷了牌过后 如果他出了散 我们再换这个火杀对吧 一下就能让他掉两血 不过他没有散了 那就无话可说 好到我们气牌 这个狙兽气牌也是很有讲究的对吧 我们以前说过的 因为他毕竟回合外有十倍 也不太容易受到两点伤害 而且这种情况下 他们很有可能会急火留备 所以我们果断应该把这些 是吧 打不出去的牌留下 回合中可以打出去的牌留下 像简易马这种 我们就不忙装 宁愿扔掉对吧 我们以前讲过 像借刀杀人也宁愿先留下来 而这个无懈可击呢 毕竟还是为了防乐对吧 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果然去打我们这个贝贝是吧 直接一个火攻 无话可说 杀我们 好 好 那我们肯定只要出散 那他灭族之圣 如果要杀我们也不太可能 对吧 好 无话可说 到我们杀他也杀不动 好 直接一波 他这个装一个藤甲也是很烧气啊 就怕我们刘沛 没说要回血嘛 那我们肯定视为火杀 直接一波 哎 没想到这个铁锁连环连起来 这个司马衣也是很刚的啊 就了马超自己不管呢 是吧 故头不固定 装上直接一个连 连上过后 直接一个酒杀 无话可说 这局就结束了对吧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就是 就说明即便在这种模式里面 兽衣不能乱穿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我们继续看 这是前段时间 这个借刀都被 借刀杀人都被盖成借刀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们继续看 这局呢我们又是23号位 我都没有注意过 说不定我全是23号位赢的呢 就说明23号位非常容易赢 好 这局呢又是一个非常爆炸的武将 对吧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黄中这个爆炸的输出技能 配上成功 这也是毁天灭地的 对吧 好 一开始蛮宠 让我们翻面 那我们肯定刚好翻不了面 对吧 扔了一个 那我们肯定不愿意被翻面 那他一个寒冰剑挂出来 杀我们 我们肯定要闪 免得让我们手牌低了对吧 好 这个直接给我们牌呢 我们肯定示威出杀 直接一波 好 这个虽然裂弓没有成 但是这个蔡文姬他自己手里没有杀 没有伞 对吧 那就比较麻烦 好 再挂上简易嘛 再一刀 这就是我们的老套路对吧 23号位打4号位 好 到我们回合 直接一个9杀 虽然我们没有裂弓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蔡文姬是真没伞 是吧 好直接一刀 他直接陈琴给这个蛮宠 没有成 居然直接没有陈琴出来 对吧 也可以看到这个成功 辅助一个成功可以视为出两刀吗 双刀流 直接 就死掉了 好 这波来决斗被无限掉 顺庸牵上一个南蛮 好 这个南蛮过后 他去让我们成功翻面 那我们成功没办法 只能翻面 到了 我们回合一刀 因为我们三血是吧 直接这个蛮宠他也就气聊了 他也不想玩了对吧 好直接一下子他逃也没吃 游戏结束 这就看出来 这个黄中配一个辅助流的呀 尤其是配一个曹瑞 分分钟能够裂弓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bug的这么一种存在 对吧 大家要是遇到这种伤害爆炸流的 也就直接一波选 好 我们这一波就来一个配合比较有趣的 当然还有很多配合的 我们后面在小沙模式里面 新模式里面小沙我们没有在这做对吧 也跟这个有点像 小沙的情况呢 就打两个电脑 我当时也是双开的 所以我们呢就是分下一期吧 因为这一期毕竟是跟人打 总体说来配合呢要多一些对吧 好 这个借大桥你看又是一个一号位 他来忙乐我们寻优 我们之所以选这个套路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是吧 借吕布配卖血流 那妥妥的杀我们 然后利诱过后去决斗对吧 当然有一点小的地方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即便比如说例如现在借吕布杀了我们要拿牌 我们把这张牌放在最边上 但实际上是真随机 昆凤鞠自己测过多少非常多次 就是你不是说拿最靠左边的一张牌就是这张顺手牵羊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 我就总体说来吧 不见得是非要拿这张顺手牵羊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就想拿这张顺手牵羊的话 他实际上是真的随机的 每次我们拿都是拿到随便的 不是说你摆在哪个位置就影响 好戒吕布掉血 戒吕布那肯定是吧 回合一来先想拆乐 直接拆完过后顺一个杀 好我们直接一个利诱 没想到真好拿到了顺手牵羊对吧 一个决斗 这也就是戒吕布的很正常的一种套路 但没想到很气的是 这波所有红套一亮亮出来 刚好居然全是红的对吧 那没办法戒吕布还被迫弃牌 那这一点是没想到的 稍微有点长了 气了一个青龙刀也没关系 顺手牵羊 顺手牌 那我们对这个藤甲是没有太多兴趣的是吧 赶紧把陶吃了 免得被人顺 好勒住了4号位的曹松 无话可说 这个曹松毕竟卖血流是吧 我们总体说来呢 不太想打他 比如这波我们杀他 因为他有勒 他也出了伞 我们也没想灌他 当然可以灌 灌完过后再勒 但灌完勒我们想了一下 这个奇侧就用不了了是吧 还不如直接勒完两张伞 当奇侧 好勒完过后奇侧 那肯定当决斗对吧 我们南蛮万箭是没什么意思的 而我们这一波决斗的话 大桥肯定是没有杀的 直接又掉血 好这波就很舒服 对吧 一下子曹松中了勒 再到大桥 大桥勒酸过了呢 他来勒我们这个戒吕布也没关系 这个戒吕布中勒 好到我们 直接顺手牵羊 顺章手牌 一个一下子 好这波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杀这曹松 但由于曹松我们没有勒他 万一他来点是吧 淘 或者点数比较小的决斗 是吧 就就比较麻烦 或者装备牌 反而杀不掉这些大条了 不如是吧 直接突稳档 三张牌档决斗 直接游戏是吧 就又减圆 就是一个套路很正常的 一个冰凉顺段来戒斗我们 我们直接用个技能 好他最后一张杀 这一下还稍微有点伤 但是还好 我们又判出来个桃 对吧 他也气不出来牌了 好吕布什么都没动 我们吃了一个桃 那这一波是吧 妥妥的陶渊结义就来了 因为他本 反正是满血 我们两个灰滴血 全部满血 那他根本就不用玩了 对吧 他一个曹冲 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俩 对吧 好这个借吕布 直接一个九杀 他就拿个南蛮 但他肯定是没 无话可说 肯定打不过的 我们直接一个顺手牵羊 当顺手牵羊 正好把他这个桃顺过来 他手里刚好留了一个桃 对吧 我们就直接骑侧顺手 因为骑侧开A 没什么意思 开决斗不见得打得死 对吧 开一个顺手牵羊 他直接就气聊 这波游戏就结束了 是吧 这就可以看出来 我就说这个戒吕布 在2v2里面 你要是能配一个 慢血流的 其实是很划算的 这么一种思路 对吧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声音 音效再开大一点 好我们这个 好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们又来看下一局 这局呢 我们又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局 因为我们又是2-3 看来好像全是2-3号位 对吧 那我们这个3号位 果断选了一个 非常强势的 暴力的这个 灵魂禅 好 正好气了我们一个黑色牌 这个计划图也是非常刚烈 直接来激活我们 对吧 这个 装了一个寒冰箭 我们肯定是要闪的 直接一个效果 把他这个武器弄掉 无话可说对吧 好到我们回合 可以看到 这个牌是非常爽的 有南蛮 是吧 可以造成2点伤害的 那我们肯定把中瑶 直接拿过来 因为中瑶总体说来 乱七八糟 可以四围当散 可以当酒淘 比较麻烦是吧 去拿华佗呢 华佗虽然他有急救 但我们不一定打得到 所以直接拿过来 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南蛮你要开了 中瑶就能摸牌 所以肯定不能南蛮 肯定先火杀或者雷杀 对吧 好 刚好没想到 顺到一个连弩 顺完后 杀一刀 再继续杀 这个华佗急救 再一个南蛮入侵 这个中瑶 他还 华佗还有一个 那我们还他呢 直接把这个连弩还回去 我们肯定不能还 这个人王盾 是吧 还了人王盾 他当桃还给华佗 华佗装一个不太好 我们也不想还闪给他 对吧 没想到他也 还是摸到了一个 摸到了一个 这个 摸到了一个 这个什么 黑色的过河拆桥是吧 也是比较伤的 好 过河拆桥 把我们这个月境搞裸奔的 大家直接借刀杀人 把这个连弩弄过来 我们翻面回来 好 我们直接弃了一个基本牌 然后他处理 又给我们拿掉了牌 是吧 好 一个无中生有 再一个无中生有股定刀 拿出来一刀 无话可说 这一波呢 五股丰登是划得来的 毕竟我们先选 对吧 我们直接拿了一个杀人 他拿桃圆也没什么用 但是华佗拿了一个明桃 好 这一波我们就直接用的是 对华佗 因为他两个明桃 对吧 我们肯定是想杀人的情况 好 拆完过一刀杀华佗 那华佗就直接结束 是吧 华佗就直接阵亡 好 他一个桃圆结役 我们直接把他无限掉 那他肯定就没法玩了 对吧 我们直接一个火攻游戏就结束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离婚禅的这个模式里面 还是非常强势的 毕竟能够让人裸奔 对吧 对单点的打击就非常强的 当然如果可以想象 曹匹配离婚禅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对吧 可惜我们没遇到 好 这局呢 是一个我们 是一个比较新的武将 是最近才出来的 将期里面的姬康 我们这也正好展示一下姬康 这一波可以看到我们是 好 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刚才说掉了 就是辅助里面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周泰 因为周泰这个武将他太难死了 是吧 所以大家总体说来 对他没有什么杀的兴趣 你选一个周泰呢 总体说来你就肯定不会死 对吧 大家根本不会往你身上招呼 然后另外呢 你就适合选一个卖血流 毕竟对方他肯定要 他肯定要这个造成伤害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账号 应该是一个是吧 应该是一个带妹子的 一个叫砖坑 一个叫他这个名字 好 我们去决斗一个和太后 激活他对吧 毕竟这边觉醒的够掉血 好 可以看到这一波就是 激康的技能 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他每当受到或者回复体力 你可以令伤害来源 或者任意一名角色 失去体力摸张装备 或者是回复体力 弃掉装备 如果这个装备是梅花 你摸一张牌 这就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也是一种变相的卖血流 就强行是吧 你要让我掉血 那我就让你强行用你的血换装备 尤其是他这个换装备啊 如果他不是说换一个没有的装备 比如说像刚才他有刀了 我们强行让他体力流失 他又来一把刀 这就很气对吧 好 过去太后把我们淘气了 那我们直接 是吧 周太肯定给我们掉血补牌 因为我们这手里是有连弩的 我也没有想打 我们没有想掉血对吧 掉血当然可以刚他 我就怕万一一刚他 让他装个装备 装一个加一码 那我们打不到他就比较气 所以我们不如直接打了无蟹 杀也留在手里 是吧 我们堵他没有乐无私属 好 直接到我们回合 首先铁锁连环 这一波也是一个小的细节对吧 我们没有先无蟹 因为无蟹被他无中被他无蟹了 比较气对吧 而铁锁连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好 杀他一刀 他直接掉血挂出来又一刀 是吧 好 现在就很舒服 那肯定乐无私属乐牌多的 冰凉寸断冰后面的对吧 他肯定能救回来 乐主冰主吴阿克说 好 到了周泰 泰是这个神匹阿 直接来赌我们 赌我们一下呢 我们创肯定无蟹 他是赌我们打不到对吧 没想到这个周泰确实 你看 当然我也可以拿一个杀 但是毕竟被他拿到逃的话 我相信这个姜维他肯定手里也是有 也是有散的 当我们拿顺手牵羊呢 这个周泰当时我们看到手里是没杀 顺手牵羊 顺一个距离过来 当然顺一个距离没杀你也杀不了对吧 就很气 所以没办法 毒就毒吧 好 他还嘲讽我们纠结的五谷 好 等会有他好受的 直接中了冰凉顺段 杀我们一下 我们直接刚他 你看这一波直接把他刚死对吧 体力流失 装备都没来得及享用对吧 就直接阵亡 好 顺过来一个火攻 没有跟得了 把他乐住是吧 好 又到周泰 周泰这个时候淘太多对吧 直接吃了一个淘 又中了乐 但我们回合没办法 换了一个陶原结义 好 这波陶原结义就是令我们回血 回血就可以让一个人 是吧 又用血换装备 我们就直接让他血换装备 让他体力流失 但他直接装了一个加一马 我们还是有点气的稍微 好 到了周泰 周泰直接过了拆架把加一马拆了 就怕我们万一摸顺手牵羊 对吧 还是先拆了为好 所以他反正有距离 直接又让我们掉血 他是很皮的呀 直接一掉我们也让他掉血 还换了一个诸葛连弩 本来是比较气的 但是由于我们周泰手里有陶 这也要注意一点的是 就是这个鸡康啊 鸡康他这个武将设计的 就跟那个戏制裁有点像 比如说你冰死 别人出陶救了 你是先回血再掉血 所以就可以发动你的清闲两次 对吧 好 挑衅那果然来杀我们 我们吃陶卖血对吧 让他直接一个体力流失 游戏就结束 鸡康我们后面作为降七的武将 肯定是印象属命里面要讲的 对吧 但这就给大家一个小的 这么一憋吧 一瞥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鸡康完了 后面就很快了 好 我们再来一个戒律部 啊 这局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局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局 又是一个戒律部配循 诶 刚才我们是不是看的 哦 不是这一局 这是另外一集戒律部配循 我们又是试 这局我们实际上后来是没有打赢 好 我们这个杀当万简奇吧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有点问题的 这一波 这一波这个酒没有吃 是吧 我们这个 这个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可能想的是是吧 他有伞 当然我们直接酒杀 他就直接求逃了 好 张松一来 直接强制我们一个杀 好 然后我们摸的比较好 摸了一个桃 但是被他过河拆桥拆掉了 好 直接这波很伤 这个张松陷了一个图过后 灵桶正好有了一个酒 对吧 那我们这个 这个巡忧就比较麻烦 直接又阵亡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戒律部这个武将 真是因为他毕竟第一血量高 血量高就不会弃牌对吧 牌就是有无双 而且真是由于队友死了 他这个利诱 他这个 他这个坑 坑队友的技能也没什么用了 对吧 他们俩互相肯定不会互相坑 所以戒律部是绝对有一挑二的 这么一种实力的 这个在身份局我们今后做到戒律部再说吧 我做了很多 已经玩了很多场戒律部组 已经有一些素材 但是到界线初步还要到比较后面了 我记得当时很早以前 我才开出来戒律部 发现这个武将太好玩了 对吧 当时还没有 是吧 磕那么多金 还没开出很多武将的时候 当时是一次性 我印象中是 开出来了戒律部 戒造云和戒律盟 然后发现这个借武将 比身份武将 比那个基础武将一下子强了很多 对吧 尤其是当内奸和主攻 主攻的话 你就忠诚选卖血 好 直接一下火杀 这个时候你没必要去杀这个灵徒 因为他很有可能 他正好有俩散 对吧 好 杀掉了张松 铁锁连起来 我们直接一个人王盾装上 但很气这个嘉义马 其实刚才我就想过 这嘉义马没必要装 因为他毕竟有简义马 对吧 当然我是想如果被他摸去了呢 当然你装出来更容易被摸 所以被他这个麒麟弓射掉 这是不太好的一个操作 好 乐伍斯鼠天过 这就很舒服 直接一刀一个乐伍斯鼠 那他就比较麻烦了 只能弃牌 当然弃牌给我们把牌下完也是不亏的 玩了过我们一个无中生友 直接一个杀 游戏就结束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想尝试这个戒律部配寻忧的这个策略 是吧 刚才那盘是从寻忧的角度 刚好两波都利诱把一个小桥打崩 这波又是一个伤害配一个卖血 对吧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局 这局呢我们又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当然这局呢相对前面来说没有那么 又是二三号位对吧 刚才那一波还是一个一四号位的一种搭配 对吧 对刚才那波我们忘记说 那个寻忧就是个一号位 当然一号位仿的第一轮就阵亡 好 这一波呢当然是就是最后一波就给大家看一个好玩的 对面这个离婚禅 就是一个玩的很很烂的一个离婚禅 直接把队友坑死 因为离婚禅总体说来我们前面所说的 他是可以一波作为一号位选出来是没有问题 但正是由于遇到了我们这两个是吧 这两个扣脚大汉 一个成功只能掉一血 你最多久杀我也杀不死对吧 而一个狗祸对吧 一个寻忧 你要是来离我们的魂的话 你让我们掉血我们还能摸三张牌 摸了三张牌过后你还要还我们对吧 那就不亏 好到我们回合那成功还是双刀流对吧 那肯定只能盲这个庞德 因为我们这个否则打不到对吧 一个锅儿拆桥拆了庞德 再一个锅儿拆桥拆了庞德 好本来理论上打这个貂蝉三血的比较好 但是毕竟这个庞德因为是跟我们要拼点的 但没办法是吧 然后我们是杀不到 好四位输杀 回合结束 我们回合 但是摸这么多杀也只能杀一刀 好这个狗祸是吧 日常气牌 那气牌肯定要留K 对吧 后面要拼点用的 果然这个庞德头痕铁来杀我们 杀了我们 因为他考虑到他在南马 因为成功直接是吧 等会受了伤害不吃南马 他觉得有点亏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补血 他直接让我们掉血过 我们给成功补了两张 好我们也是要初杀 没有必要再掉血 这个离婚禅头很铁啊 直接来杀这个成功 还贴锁连环连起来 就是开始乱玩了 对吧 直接一下掉血 我们给他补三张 他还要还回去 一下这个成功七张牌是吧 好给了我们一个灌尸斧 就是为了毕竟能灌得了 对吧 好四位初杀 一个连弩装上 但没有杀 很细 无中生有用 好这一波呢 我们考虑的是先拼一下点 万一他三个桃是吧 消耗掉一个 直接用K拼点 那么庞德掉血 他直接他没有出逃对吧 那我们也无话可说 他可能觉得救不回来 冠师傅一装一个九杀 直接掉两血 那这一波就很气是吧 他再翻回来 好一刀 没想到他还有逃对吧 又四位初杀 他还有逃 这一下就很麻烦 但没关系的是 我们还有驱虎 而且直接一刀裸奔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是吧 好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总体出来 这个模式大家看了这么多盘 如果看完了的话 肯定对这个模式也有基本的认识了 是吧 总体说来我感觉这个模式 是以减员为主 是吧 所以伤害武将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身份局的伤害武将也很重要 戒皇盖大家都怕 是吧 离婚禅大家都怕 戒马操大家都怕 但是呢 在这个模式下面就更显著 对吧 你可以直接打一个后面没动的 好 除了一个伤害呢 不太建议两个都是伤害 两个都是伤害的话 反而伤害不会那么高 你要是一个辅助型的 再加一个伤害 我们没有做出来 曹瑞配皇盖 那是皇中 那是非常bug的一种存在 出两刀 而且两刀都裂弓 对吧 好 当然我们敌人很多次 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都输了 所以也就 也就没有做出来了 对吧 好最后这也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 全部内容 等于以后后面我们做到小叉 还有点大家这个在选位次的时候 一般说来一号位选爆发 直接秒二号位争取对吧 如果秒不掉的话 四号位一定要选一个体力值比较高的 或者卖血流防御比较强的 因为二三号位很有可能要来忙你 对吧 而你如果是自己是出生在二号位三号位的话 那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 对吧 你就根据我们前面说的 跟你的好基友开黑 或者戴妹开黑 那就更好 你要是一个人双开呢 是吧 单身走那也没问题 好 这局就结束 然后等下次小杀的时候 或者别的模式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这个特殊模式系列 好 谢谢大家再见